2015年度风云3C大赏金奖揭晓 历经四周的网友票选以及评审团严格把关 2015依旧刊年度风云3C大赏 十大类金奖产品终于出炉了 最受瞩目的手机类金奖得主是iPhone 6S Plus 虽然外观和前代差距不大 但多了新功能包括3D Touch、Live Photos 以及4K影片拍摄的加上玫瑰金新色 让它蝉联年度最受欢迎手机宝座 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综合表现来说我还想特别推荐这款iPhone 6S Plus 大家都知道iOS的系统界面是非常流畅 这是无庸置疑的 这回iPhone还加入了3D Touch的功能 在创新程度上确实特别突出 数位相机在这次评选中竞争最激烈 金奖由Sony A7R Mark II 夺下 它是全球首款可以拍摄4K影片的全片幅单眼 达人们都给了Sony A7R Mark II 非常高的评价喔 整体上来说我觉得Sony A7R Mark II 是10台相机当中最好的一个选择 它的画质表现也是其中最好的 它采用了全新的4200万画素的备照式感光元件 无论是感光度还有画质的部分表现都更好 另外一方面它在操作性以及无轴防震 还有防尘防地的三个特性方面 也比较能兼顾专业用户的一些需求 今年本刊首度将 DJI 空拍无人机列入评选 结果不但网站得票数最高 更获得平整一日推荐 空拍机是这几年相当热门的产品 其中 DJI 在这方面它又做得特别的好 因为透过空拍机你可以拍下一些平常你用相机 或者是摄影机所拍不下的角度 甚至它又可以用来追踪你像是一些运动中的画面 不过毕竟空拍机它需要一点时间上手 所以它在操作上面对一般的人需要较多的学习时间 DJI 四轴无人机它虽然上手的时候要经过一段时间练习 但是它可以满足人类居高临下的欲望 而且它搭配高解析度的摄影机 可以满足人类可以从高空看地面的那种感觉 但是飞行时请务必要小心不要掉下来咯 金奖得主是Apple Watch 共获得3624票 是网友心目中最想购得的智慧表 Apple Watch最特别的功能是它可以 用专属动画符号跟朋友们沟通 只要按下手表侧面的下缘的长条状按钮 就会出现许多好友大头贴 找到你的anada 在萤幕上画个心给它或干脆把心跳传给它 达人是这么说的 Apple Watch 以喜宴的外形与实用方面的功能 无论是独立操作或是与iPhone连结 都有非常实用的操作直觉的界面 但可惜的是它只能跟iPhone使用 还有其他金奖得主哦 那我们明天再见咯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